汽車車頭烈焰沖天 火勢相當猛烈 冒出陣陣濃煙 還好消防隊迅速撲滅 車身圖案也露了出來 這輛竟然是台南市長 參選人林一峰的宣傳車 這樣真的有虧擊 真的太虧了 還能加上配樂自嘲 其實一度死裡逃生 這裡是國道一號 北上台南新穎路段 19日早上10點 車開著開著突然冒煙 還好車上兩男兩女 總共四位團隊幕僚 當機力斷把車停在路間 才沒人受傷 車子突然有意響 河濱艇我們下車先爆完警 大概過五六分鐘車子就起火 很大 整個前面都燒掉 那他人員是有順利脫困 有四個都出來 都跑出來 這場火燒車意外 花了將近半小時才撲滅 百萬進口車的車頭 燒到只剩骨架 毀損相當嚴重 擋風玻璃整片掉落 不過四位幕僚 驅車趕往新穎就是為了這件事 24號那個我們要做一個DJ 在健康路觀天下 所以他們要去勘察那個場地 現在總共不錯啊 那兩個拜託就不用了 曾舉辦Crazy Friday活動 而聲明大噪的林一峰 24日還要在新穎地區辦DJ電音趴 沒想到幕僚在場刊途中 遇上火燒車 國道警方逐步調查 可能是引擎故障導致 還好車上人員順利逃過一劫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